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凉色带你玩转Hyperlapse 之前的视频我们讲了Hyperlapse 大范围移动延时 前期该如何拍摄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讲解 当你拍完了这些照片之后 我们如何把它制作成一段延时视频 之前我们讲过制作延时视频 我们需要三个软件 第一个是Adobe的Lightroom 第二个是Adobe的Premiere 第三个是Adobe After Effects 那我们就来一一讲解如何处理这些素材 因为我拍摄照片喜欢用肉格式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Lightroom来处理这些肉格式的文件 好 那我们就打开Lightroom 打开Lightroom之后 点击上面的图库标签 这时候呢 打开你的电脑 把延时视频所在的文件夹 直接拖入到后面 好 现在这些照片已经再入进来了 我们现在勾选所有的照片 然后点击导入 好 这时候我们要稍等片刻 等待再入 好了 现在所有的肉格式的照片就都已经再入到了Lightroom里头 能看到一共是120张照片 Lightroom这个软件非常强大 大家可以在右边看见我用肉格式拍摄的照片所存储的这些原数据 比如当天我是用的这个尺寸的像素 然后曝光是四百分之一秒 光圈是F8.0 焦距是12毫米 因为是GH5所以是等效24毫米的焦距 ISO是200 包括镜头的信息也都存储在里面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调整这些照片 比如说调色啊 调整水平啊 裁剪啊之类的 我们点击一张照片 然后点击右上方修改照片 或者按键盘上的第一键 好 这时候这张照片就可以开始调整了 现在右边这些滑块 就是可以调整的照片的属性 比如色温啊色调啊饱和度啊曲线啊 HSL颜色啊 后面还有镜头校正啊 锐度啊等等等等 那我们简单的来调整一下 点一下自动的色调 那白平衡呢 我们也来吸取一下 这个墙是白色的 画面呢增加一些锐度 因为我前期拍摄的时候 相机的数值调整的就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后期我就不用调太多东西 简单的加一点点锐化 照片呢也基本是水平的 然后就调整结束了 因为整个拍摄过程呢 光线变化不大 所以我们只需要调整好一张照片 然后全选底下这些所有的照片 记住高亮你调整的这张照片之后 点右边这个同步 勾选你刚才调节的这些参数 点击同步 这时候lightroom就会把你对这一张照片修改的参数 复制到你所有的这几十张上百张照片上 那这就非常的省事了 在同步完之后 我们在照片上点击右键 导出 把这些调整过的肉格式的照片 统一的导出成JPAC格式 在文件设置这里头 我们改成JPAC文件 在上面指定一个文件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JPAC图像 开始编辑视频了 lightroom把这些照片导出之后呢 可以看到所有的照片就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都是JPAC格式的图像 那接下来就要把图像转化成视频 所以呢打开Adobe Premiere视频剪辑软件 新建一个项目 叫延时摄影 好点击确定 那现在Premiere已经打开了 在左下角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库 那我们就要把刚才的图片文件夹 拖出来到这个媒体库当中 好现在文件已经导入了 我们在正下方这个部分 要创建一个序列 也就是视频的规格 点击左下方这个图标 新建序列 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通常用相机拍摄的照片 都是2000万像素左右的 远远大于4K图像 800万像素 那我们就要建一个4K的序列 来保证画面能够留下更多的细节 4K呢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4096乘以2160 另外一种呢是UHD 也就是通常我们相机里头的4K 那我们这里就选择创建一个像素最多的 4096乘以2160的这样的序列 4K25帧 点击确定 正下方这一条就是我们要创建的视频序列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延时的这些图像导入到序列里来 那我们点击这个自动匹配序列 按照默认的照片顺序 然后插入这个序列中 点击确定 好OK 现在已经导入进来了 哎呀 这个要放大一些才能看得见啊 no 就是这些灰色的片段 那因为每张照片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只有0.04秒 那所以呢 这个100多张照片在这里显示呢 就变成灰色 那放大就可以看到它们是紫红色的一个一个的照片 那能看到呢 上面预览窗口 这个画面呢 裁切了一部分我们的图像 那如果我们不希望裁切 就可以全选底下这些紫色的图像 点击右键 缩放为真大小 这一张照片就完整的呈现在屏幕上了 那这时候图像已经编立成视频 可以预览一下这个视频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刚才已经生成好了一个样本 点击给大家看一下 能看到呢 即使我前期已经很小心很稳定的拍摄了 但后期直接合成出来 画面还是异常的抖动 观感非常的不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定的后期增稳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要请出最牛的视频后期软件 Adobe的After Effects 那我们这次仅仅用它来做一个视频的稳定 好那接下来把这些照片呢全选 点击右键 欠套 先让它单独变成一个欠套序列 然后在这个欠套序列上点右键 使用After Effects合成替换 OK点这个 现在就切换到AE里面 创建一个项目的名称 好那就是延时一 点击存储 好稍等片刻 OK现在导入完毕 那么整个序列就已经进入到了AE之中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啊 在画面的右边 这里有一个叫跟踪器的选项 如果你右边没有显示 那么就找上面的动画菜单 那么这次就选择一个叫变形稳定器 VFX的这个功能 点击这个功能之后 大家能看到画面的左边呢 是变形稳定器底下各个的可改变的参数 比如这个结果 平滑运动 无运动 平滑度 子空间变形 或者别的位置透视 还有边界 各种 我们这次就以默认的设置来进行稳定 AE正在后台分析这个视频的序列 进行一个后期稳定 那这个分析时间的长短 会取决于你的电脑配置 我们需要等待变形稳定器分析结束 好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稳定结束 那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怎么样 点击下方这个区域 按控核 刚才还颠簸的画面 现在就变得非常的平稳和顺滑 这个效果我就觉得非常的满意了 所以现在稳定的步骤 大功告成 我们切换到Premiere里面 因为AE和Premiere是同步的 所以现在Premiere里这个视频也已经进行了稳定 我们现在在Premiere里面进行后续的操作 比如现在画面两边还没有被填充满 那我们点击这个视频序列 左边有一个效果空间 点击这个 能看到一个缩放 那我们把缩放的比例调大一些 让整个画面充满 确保在整个视频播放中没有黑边露出来 我们接下来还可以进行一个视频的调色 那么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点击这个图标 调整图层 好 确定 那么这个调整图层把它拖到序列上来 把它的长度修改和视频一样 接下来在调整图层上进行简单的调色 比如说找一个风格化的LED 然后套进去 比如我非常喜欢柯达胶卷的颜色 点击一下 整个视频就已经调色成柯达风格了 再比如我想给视频加一些暗角 拖到最底下运营 把数量减少一些 语画增多一些 中心小一些 看到了吧 整个画面就加了一个暗角的效果 OK 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格我蛮喜欢的 那调色也完成了 我们导出视频即可 点击文件 导出媒体 我们来看一下导出应该怎么设置 格式我们就采用最普遍的HR64编码 预设 我们这里来改一下 我通常会以YouTube的4K作为标准 就点击一下这个YouTube的4K选项 OK 大家能看到现在画面上下有一个黑边 那是因为咱们最开始创建的序列 是4096×2160 25帧的序列 如果你想取消黑边的话 最开始就可以设置成3840×2160 输入名称这里选择你要创建视频的文件名 目标比特率这里我们调的越高 画面的画质就越好 大家注意在时间差值这一个选项中 如果我们选择真混合 那么画面就会有一定的动态模糊的效果 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有速度感 非常适合大范围移动延时 OK 我们选择导出 耐心等待导出视频 OK 导出完毕 那我们现在把Premiere和AE的项目保存一下 就可以关闭了 预览一下刚才导出的视频 哇哦 非常完美 那这段移动延时视频就制作完成了 之后你可以加载到你的Vlog里 或者加载到你的旅行的游记里面 再配上一段音乐或者音效 让你的视频变得非常的酷 怎么样 学会了吗 那这次的教程呢 可能呢 需要大家一定的摄影的基础 或者制作视频的基础 没看懂的小伙伴呢 也不用着急 你们可以先点一下收藏 等以后你能看懂的时候 嗯哼 再来学习一遍 不知道这样的教学 大家是否喜欢 我也尽量的做出一些 优质的视频来给大家观看 那话说这种视频制作起来 确实有一些复杂 那大家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现在收音呢 这个质量又有一些提升 那我究竟是怎么得到这些提升了呢 除了这个麦 还有些什么呢 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接下来有更加新鲜的东西等着你 so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两次带你 我的说服 这个东西 我们下降的流程 有点赞 我们下降的流程 请不吝点赞